還舒服嗎 大家很安靜 啊 有頭燈喔 對啦 東森 我們要不要協調一下長官路線 好 還不夠 先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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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 再來胡 胡好再來畫 畫好再來畫 就是紮胡會忘空 我們現在就來介紹風箏的一個種類 現在來介紹這個 是一個動態的風箏 動態風箏螃蟹 它有一點風箏 就要風 這個是一個機械風箏 是設計的一個風箏造型 曾經在比賽的時候也有得獎 還有這個是一個單點賀 因為那個產業呢 在北海道 在北海道 就是在過年 過年那個時候有一支單點 棲息在我們這裡 共僚 所以我再講 我們對自然生態做得相當好 為了那個單點棲息在共僚那邊 我們農民都收根 還24小時 派警察在那邊 要把他抖 抖得很好 我剛剛那個站姿都來了 我還不能再拍 過來就從那邊走 這個是用 機械風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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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風箏 這四個字就是裡面的四樣中心 極 諧音極 性 是葉氣 业 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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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清淨 導音 對 不好意思 稍微移動 一下 頭下還有 還有 謝謝 是 你好 大家好 還有月子佬 大家好 天檔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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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學校 唱歌曲 委會長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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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笑為人之男裝飾 是因為八方曾經講過什麼嗎 各位媒體的朋友 大家好 各位今天應該人家館長是用很好的菜出來 如果各位沒有吃飽的話 你們這邊還有點氣 請大家不要客氣 不過今天還算夏天 後天一秋 在夏朦秋初 來到山區小城 這個地方也是一個非常有紀念意義 紀念價值的一個小城 相信大家都知道 酒混過去有輝煌的歷史 來到這邊別武風味 尤其剛剛看到基隆雨 我們看到太平洋 看到基隆雨 風景非常的漂亮 跟大家在這邊想去 如果是擔任店長 如果天天如死的話 那實在是非常好過日子 很可惜是要來酒混 排來很久都沒有辦法盛行 今天數月呢 我終然得以營殺 感到很高興 那在今天的查局 我相信大家 最主要還是要來交換意見和關心 社會所關心的議題 那既然要關心議題 談到這個議題 大概從七號水災到現在 一個對大家非常關心 就是有關國土負運 國土負運發生的事情 換句話說呢 我們這一次的道路 修不修 對古關是毫無影響的 古關已經達到八成了 所以古關是絕對不會受到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八十八年級 茶海門五十二公斤 那麼它的農產呢 年產只是二十六年 那這個整個呢 這個都是土石流 都是崩塌地 所以崩塌地現在 現在不是因為做道路 做道路 就是說有道路 比如說它這個看到道路 不是說因為有道路才崩塌 它現在有點都在道路的上方 沒有連梯去浪墾 它還是崩塌 所以把道路埋過 有時候甚至把道路沖回 陸基原來那個省道 就是那個台巴的省道 就崩塌下來 所以如果說我們在這個什麼 這個道路 想辦法去把它整理 它上面這邊沒有辦法整理 它還是繼續崩下來 因為外界 外界對這一點不是很了解 它是覺得說 你做道路崩塌 那你就改線嘛 幫田高的地方一直在崩塌 它基本上是已經 整個地質已經鬆亡 已經鬆亡 一下子就崩塌下來 那崩塌有多少 剛才大家聽得很清楚 就連政府他講 沒有辦法做調查 但是一般估計 大甲塌 大甲溪的集水區 整個集水區崩塌 現在土石還崩塌 留在山上了 就總崩塌 差不多一億立方到五億立方 因為沒有統計嘛 估計差不多一億到五億立方 但是從山上崩塌 它由到大甲溪 到河道裡面 現在有這個地方的 是不是在講說大甲溪 一居很高 那個是上面有下的 一居到大甲溪 沒有多少 就一千立方 一千萬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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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上 關鍵說在山上 還有可能九千萬立方到 是一九千萬立方 還那麼多